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学生学起来还是比较的轻松的可以来说 首先呢这边的老师都是很友善很乐于帮助 然后又有什么问题的时候老师都会很耐心的解答 然后就是同学们呢同学们也十分的就是友好 很容易和他们相处也很容易交朋友聊天 这样的话谈话多了然后英语的进步也就更大了 然后就是这个武德科普特这个学校嘛 然后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很轻松很舒服的一个环境 然后同学们就是处在一个很放松的一个过程 一边学然后还有一边一边还有很多的课外活动 让我们的生活与国内相比来说丰富了很多 总的来说嘛这个学校就像我们第二个家一样 我们花费的时间最多就是在这里 所有的同学就像一个大的家庭一样 很温馨很幸福 在欧洲这边呢我是住在寄宿家庭里面 然后我现在住的这个寄宿家庭 可以算是我自己寻找的一个寄宿家庭 然后家庭里面有一个homestay father 还有一个homestay mother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来自北京的女孩和我们一起住 我是十分喜欢这个家庭的 这个我们就称呼homestay father homestay mother 是后爸后妈 就是在这里的我们的一个依靠 它会帮助我们很多生活上学习上 他们都会为我们提供很多的帮助 这个环境就是有一个好的寄宿家庭 就是能够给我们一个好的心情去学习和生活在这边 然后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到澳洲一年半的时间 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就是对自己的一个锻炼 离开父母 离开所有的朋友 到这边一个崭新的环境 所有的问题都要独自面对 这是对自己一个很锻炼 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是人生中一笔很宝贵的财富 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好像长大了很多 不再会去依靠父母 因为国内那么远的距离 他们说实话帮不上很多 就是收获最大的就是一个历练的一个过程 How can you experience the greatest experience? The greatest experience is a process of my growing up I have to face all the problems myself and solve it and another precious memory is the beautiful scenery here 它是很舒服的環境 人們都很舒服 美麗的水平、美麗的水平 這是很好的經驗 Welcome to LA!